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夜线 两个女士素不相识 毫无瓜葛 很偶然地在一个酒店里一起开了一间房 然后其中一个女士就给了另外一个女士四万多块钱 这听上去非常奇怪 我们一起来看 2019年9月3日 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当事人在报假警 报人说他7月13日的时候 在这边租酒店 也就是说被个陌生人合住 陆陆续续地被骗走了四万四千多块钱 我们当时感觉很奇怪 那租酒店是怎么会被诈骗的呢 既然不是电信诈骗是当面诈骗 怎么可能就轻易地骗四万多呢 报案人林女士称 与他合作的女子名叫秦某 之前他们从未谋面 除了转钱行为不合理外 更让民警无法理解的是 林女士当初是为了省些住宿钱 才和秦某合住一间房的 那个价格都是200以上的 我说自己经济方面不是很允许 他就说那我们可以要租啊 他这样租一人一半钱 这一点当时就让我很奇怪 你本来是一个觉得200多块钱房费 有点略贵的人 怎么就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怎么钱就贵走 舍不得消费200多元 却给陌生人转账4万余元 林女士的这种做法该如何解释呢 随着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林女士的行为虽然匪夷所思 但似乎又符合常理 在后期慢慢调查的事情 也就越来越明了 因为嫌疑人这一块 离开酒店以后 在7月份到9月份这两个月期间 来从这个说法人家里骗取钱财 林女士称 她之所以给对方转钱 是因为很信任秦某 当时她和秦某 虽初次相遇却印象极好 我就问她 你准备去哪里 她说我在学那个舞蹈 这个女士说自己是一个舞蹈老师 一个月收入也比较高 一个月可以赚15000多 我说哇 这人是当老师的15000的工资 那可以啊 得知秦某收入较高 林女士不由心动 主动向秦某介绍自己的职业 并向她推销产品 我说我是做卫商 就是卖习物产品 有物负品的吗 她说我卖箱子里面也有好多了 她说用都用不完 看到秦某带的产品后 林女士惊呆了 原来秦某也做过卫商 而且还是林女士的前辈 为了打开销路 林女士向秦某求取成功经验 把我拉进了一个群 她说我这里面的大把的群 都是学校里面的学生 林女士讲到 除了拥有课员外 秦某的专业知识也让她折服 因为她不仅懂得提炼产品卖点 而且熟知微商地运营 随着两人交谈的深入 秦某提出能否借她一笔钱 她说为了给她男朋友过生日 买礼物 她说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她说你能不能先帮我买 我15号我就发工资了 林女士表示她也没有那么多钱 见此状况秦某提出 让林女士从网贷软件中提现 里面也有一万多块钱 然后她就说你我会买了 她说我再给你玩玩 虽然你还可以递额 递额很快的 一样学习人 在网上就挑了一部苹果手机 一部平板电脑 我说你对你男朋友那么好 又是买手机 又是买笔记本电脑 她说她对我很好 林女士把钱借给秦某之后 就休息了 可是睡着睡着 迷迷糊糊中 她听到了有人哭泣的声音 就发现行人在哭 就问她怎么回事 这个女子就跟她说 她妈妈刚刚刚来了个电话 说她哥哥出了车祸 看她很着急 然后又没有钱 然后就想着怎么去帮她 我说我卡里面就用那两千块钱 然后当时就好像事先 把那卡上的钱给了她 虽然林女士 已经把钱都给了秦某 秦某还是表示 这些钱不够用 看着秦某着急的样子 林女士表示她再想办法 两个人退房以后 两个人还拍了一个合影以后 八人当时想着 我帮助了这么一个 家里有困难的人 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两人分开以后 秦某又以手术费不够等理由 多次向林女士借钱 并承诺第二个月18号之前会还款 林女士在多个网贷平台提现 陆陆续续给秦某转账2万余元 贷款逾期之后 林女士每天都会接到无数个催款电话 实在顶不住压力之后 她向秦某催要钱款 还没到18号 我就一直跟她说了 每回找她要钱的 不但没要到 反而还倒贴一点 小钱在里头 就又再打钱给她去住酒店 然后我实在不忍秦某 又打了那些什么住酒店的 100多200多 只要秦某一诉苦 林女士就到贴钱 如此循环反复了两个月 林女士的朋友发现的这一奇怪现象 并提醒她报警 在派出所 根据林女士提供的信息 很快民警锁定了秦某的行踪 我们要收到一个重要消息 这个女子有可能下午3点钟乘火车 到武汉来了 在她出战的时候 将她抓获了 被抓捕之后精神讯 秦某对诈骗林女士的行为 共认不讳 其实我没有完全抱着心态 她会寄钱给我 但是没想到她还真的寄给我 被害人 就是真的是社会阅历很浅 初次踏入社会求职 然后呢 对所有的人都不是很设防 心里呢 确实比较善良 基本上别人说什么 她就会信什么 被害人林女士 1990年出生于广西来宾 比犯罪嫌疑人大一岁 在家中排行最小 一直在亲人的照顾下成长 从小在家里帮忙做事 读书在家里帮忙做事 然后结婚都在那边 因为生活小孩 就回家一直在待在家里面 都是高兴 搞我一直生活 2013年的时候 林女士听说 有一笔生意很赚钱 她格外动心 于是带了款进行了投资 像那种什么电信诈骗 还是什么 说中奖的那一种 然后就会使劲地打钱 去银行打钱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 他都没打那么多钱 你认识这个人 你不要说你被骗了 他就是不让我打 使劲地不让我打 我就想着 自己被骗了 要跟家里面的人说一下 为什么我感觉到钱 他说很好很好 你不会骗一次都不长一次 被骗之后 林女士很少再多投资的生意 为了替补家用 2019年 她准备出去闯一下 这个扮演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 就是她可能是她的 就是正经的 第一次离开家乡 出来谋生 其实当时家里面 家里面也是比较担心 但是我还是 为了自己 以后他就走了 反正人们总是有第一次的 所以我要就是大胆一点 林女士称 这次她出来 是因为听说微商很挣钱 当时她在武汉上的培训课后 就和学员们分开 各自回老家 到这里 高点站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来的 因为不同的班子 这次他们是要为长沙 然后是要为广西的 所以就分开了 到了车站 林女士错过了回程班次 于是她就准备 在酒店赞助下来 直到后来 遇到了犯罪嫌疑人秦某 这个被害人林女士 我觉得她要看一点 什么电视啊 网络的节目 都一定听过 防骗的一个技巧是 如果你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说的事 过于戏剧化 而且每次戏剧化的结果 是跟你要钱 你就不能在心里 就算是林女士 没看过这些节目 还有一些事 属于常识判断 我觉得 你喜欢和信任 那个女的的原因是什么 听说她是老师 这老师一张嘴 就跟你说 我男朋友过生日 我得给他过生日 给他送生日礼物 然后我没带钱 你借我点钱 您借钱救命 还说得过去 您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您跟一个萍水相逢的 生人借钱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做老师的应有的修养 和为人处食的方式 更何况她说 我是专业的舞蹈教师 那我们都知道 专业舞蹈教师 她的形体是有训练的 对 从小受训练 没错 他们的形体 跟我们这些 没有管理的人的形体 完全姿态都不一样 但是林女士 也判断不出来 她还特别特别的单纯 人生的经验 你总得有 反正你小时候没有 你后来也得补课 林女士 这不就被补了课了吗 听听我们的媒体同行 怎么说 林女士 屡屡被骗的过程 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单纯到连破绽百出的诈骗 也无法识别 这似乎和林女士 在佳伦呵护当中 成长的经历有关 她的生活阅历 生活经验 几乎是白纸一张 这也就导致 她缺乏 基本的辨识能力 判断能力 和警惕能力 我们说 生活 它有时候就是一种能力 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 就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意识 和生活的能力 如果我们从小开始就包办孩子的一切生活 那么孩子长大以后 他可能就不会生活 经过多次接触 民警们发现 与被害人相比 犯罪嫌疑人秦某的思想要复杂得多 虽然说他的年纪不大 比被害人还要小 但是感觉他的社会阅历 比被害人要高不少 他这个人有一点有所好险 就只想到用钱 又不想通过双手去挣 又好吃了 犯罪嫌疑人秦某 1991年出生于四川 小时候父母离异 父母离婚时 作为女孩的他 无人愿意抚养 因为都比较喜欢男孩子 他们都圈着我弟弟 我就判过我妈 但是判过我妈之后 我也不要再待在我妈身边 我母亲就把我姐安排在 我那个外婆那边上东西 过了没多久 父亲再娶 弟弟也有了继母 因为我父亲也不在家 小的时候也就只有 我和他在家里面 那个女的一住在 我家里面了 回去我弟弟就会 脸之后要给我去睡觉 如果我回去 看到我弟弟犯的错 我就会去给我弟弟顶罪 我说是我搞的事情 虽然秦某总是 为弟弟打抱不平 但由于秦某是女孩 无论回到父亲家 还是母亲家 他都不太受欢迎 渐渐地 他就有了逃离家的念头 从一个单身家庭里长大的 得到父母关爱 肯定不如正常人的父母关爱 对吧 那么多 我自己就跑出去 然后自己去找工作 就秦某可以为里面去了 后来秦某在客厅工作时 被母亲碰到并带回了家 随后 为了防止他再逃跑 在秦某年仅16岁的时候 就被母亲安排着一名未婚夫 他也挺懂事的 然后对我就是无畏不治的那种 就是说我需要什么 他会尽量去把住我 就是给我 从小都没有人 就是要抢救我的那种感觉 双方感情稳定之后 正式谈婚论嫁 可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 秦某母亲的态度 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他们这边不用给拆你 我们这边也不用回你 我妈肯定就不高兴了 就反对了我和他两个在一起 我就给他两个私奔了 私奔之后 秦某原以为 他找到了终生的依靠 可没想到的是 婚后 丈夫的态度 发生着重大变化 有的时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在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 就可能会认识很多朋友 是吧 然后他就燃散了吸毒 母国 甚至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他和那些天天在外面吸毒 在丈夫吸毒的日子里 亲谋无业 经济来源主要靠弟弟 弟弟经营了一家理发店 他的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这是一般的家庭 我随时接的电话 就是要赠你的钱 插那里的钱 因为信用卡 他有信用卡 也是我给他还的 2014年 秦某再次怀孕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竟然是公外孕 因为我当时 已经是大初学了 所以必须得插很初 插进去 而且这个手术 要持续四个小时左右 所有的肠子外面 包括整个肚子 盆腔小腹全是血 因为躺得全是血 躺在手术室 秦某原以为出去之后 能够听到丈夫关切的话语 可是结果却让她有点心寒 我妈留在医院 我在想 她是怎么想的 结果我回去了 结果当我回去知道的时候 她就和那些人 在外面吸毒 她连一个电话都没 每次我母亲过去看她的时候 她都没电话 除了吸毒 更让秦某难以接受的是 她的丈夫在外面偷偷组织卖淫 就是卖淫就算了 还在外面找了个女人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这几年 你没有爱过我 她说 是有了小孩之后 我才爱上你的 我当时听到我心都睡了 我就问她 你以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吗 她没回答这个问题 遭到丈夫的背叛 秦某暗下决心 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首先 她从弟弟那里借来钱 用以整容 其次 她又以学舞蹈的名义 再次从弟弟手里骗来钱 她虽然在那里学跳舞 但是就是说 她没有什么正当的责任 我会在夜场 因为我会跳舞 给600红包 800红包 这样子 2017年 秦某通过打游戏 又结识了一名男子 这个男朋友据说是 目前好像没什么职业 是从部队退伍以后 根据国家政策 从部队复原的 我说你先 丁哥给他妈妈说 我说 然后我说 我还挺崇拜 丁哥 由于秦某生过小孩 又有复杂的经历 为了让自己配得上心仪对象 她学习开车 报考成人自考 终于在2018年的时候 她和第二任男友 确定了关系 是2月25号 然后她和她的同学 一起出去吃饭 去了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然后给我拍了一个 四平过来 上面有一个蜡蜡 就是爱的意思 公布恋经之后 秦某向男友 说明了自己的过往 男友表示对此不介意 但是半个月后 男友就把她介绍到了歌厅 她把我送到朋友们去 第一个月在那里 然后拿了11万 我们两个人 她也知道你有会去做这个事情 对 然后她知道我做一场 那这些钱你多花呢 给我男朋友了 我每一会 承诺了给她叫那边打母亲 据她交代 就是说她男朋友 他把赶金都放在这个男孩身上 所以她愿意帮她还赌债 虽然秦某收入颇多 但是她和男友并没有攒下钱 后来歌厅被查 他们的收入来源也被中断 为了继续保持这种高消费 秦某再次编造理由 找弟弟要钱 每次她跟我说的不是生物 就是不是这样 事情就是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吗 嗯 对 因为这是习供给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子 他说您是他的有一个跟他有关系杀的男朋友啊 哎 打错了吧 打错了 打错了吗 打错了 这个变化是经过我们反复核实的 不认识好吧 打错了 挂了 这个犯罪嫌疑人秦女士真的是又可怜是又可气 你说他可怜吧 他又特别可恨 他也祸害别人 为什么他的一生是这个样子 他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啊 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就想一个词 两个字的词 就叫做传承 也可以叫做一脉相承 嗯 其实呢 他说到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啊 首先暴露了他妈妈的整体的状况 比如他16岁 他一找工作 他找了什么工作呢 他去夜总会工作 而他妈妈发现他女儿是这样的时候 他妈妈做了一什么决定呢 他妈妈在他未成年的时候 就把他许配了人家 这就是他妈妈的决定 把这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家庭矛盾就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吗 当男方按照他们那儿的习俗 说你们不给彩礼 我们也不回礼的情况下 他妈不干了 不干了怎么办 不干了就直接毁混 于是这一件事 就把他妈妈的整体的人品就给暴露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孩子在整体成长的过程中 他可能受到的人的影响 可能受到至亲的影响 可能受到的同性的至亲的影响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也不大懂得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也不大懂得要为别人负责 首先没有责任感 我们都知道责任感 诺言这都直接跟子尊联系在一起 而且他对他自己没有想法 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 就是什么钱我都敢花 什么坏事我都敢做 他的价值观很清楚 就是本越小越好 然后就是他妈妈给他的这些 跟诺言啊 轻诺言啊 这个占便宜啊 总而言之 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身上 其实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而他的命运啊 很悲惨 但是就像他这样 像坐滑梯往下出流一样 打着一个棋 这个棋上写的是什么呢 是我童年有点不幸 打着这棋就直接往下出流 什么坏事都敢干 只要我被追究责任 我就拿这个棋往我身上一挂 哎呀我好可怜呀 我要骗你的时候 我都说得那么可怜 半夜我特地起了哭一趟 我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动你 他为什么会用这招啊 就是因为他发现 他用可怜的方式 做可恨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 就像烟雾弹一样 是可以掩护他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他做骗子的技巧 其实那个弟弟 让我挺吃惊的 您知道重男轻女家庭 里边的男孩啊 容易特别自私 但是这家这弟弟 对姐姐还真好 姐姐基本上拿他 当了一提款机 天天骗的钱 弟弟天天给 为什么这个弟弟 会这么慷慨 首先呢从零岁的 他们在介绍的 这个小时候经历的时候 两个小孩有同病相连 有这个互相取暖的 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再有呢就是 我们也不排除 比如他弟弟 是有这个好的这个素质的 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不涉及 是非和对错 就是互相取暖的感觉 比如挺大了 因为对亲情非常留恋 姐姐回家了 还那个俩人一块睡 这肯定是错的 这个不管怎样都是错的 再有就是 大家都知道 比如这个赌博的人 绝对不能给他钱 但是他会 去给他姐姐和姐夫 还赌债 这个分明 也是不计对错的 不能这样做的事情 姑且算是 小的时候的情感吧 但是实际上 也特别想要在这儿 跟他这个弟弟说 这样的忙 其实是越帮越忙 越帮越乱 也是从小啊 真的家长也没给立个好规矩 说什么事是绝对可以做的 什么事绝对不可以做的 孩子也不知道 你知道一股脑就瞎做呗 没有对错 在他们家是没有对错的 这个女孩 一辈子还有过一次 我觉得也想向好 也想要强的努力 但是那努力也失败了 你看前面啊 缺爱 想找个男人爱他 这我能理解啊 后来好不容易摆脱了 这个男人 又碰到了一个男朋友 而且打听了一下 人家说复原军人 他就信了 又觉得军人 军人好 我信任他 我跟他在一块 什么军人呀 职业赌徒 然后又开始 就是坑他 就是为什么 他特别倒霉 天下的坏人 都让他碰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诡计 首先呢 一直混迹于 这个生死的场所 因为想无本万利 后来修炼成职业骗子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天的经历 就使得我们 在这个经历的 这个范围之内 建立我们的朋友群 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是在这个 我们的经历的 这个范围之内的 那要不就是叶总会 要么就是他 被他骗的对象 他的那种价值观 就是他限制住了 他的择偶 选择朋友 合作工作的对象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 一直都在强调 父母都要强调了 就是人以群分 你的自身的素质 决定了你接触的人 于是你接触的人 就是他那个圈子里面 好人少 咱不都说没有 好人少 对 这也是我们一直说 年轻人不要太早地 介入那种不好的 声色圈 尤其是刚踏入职场的时候 总的来说 家教不良 三观又不正 使得孩子很容易 进入一个不好的环境 而不好的环境 又会加剧他的规则 不良和三观不正 所以日后悲剧性的命运 就很难避免了 怎么说呢 我们只能说 希望在这种环境里边 生活成长的孩子 越少越好办 死在家中的闺蜜 是自杀还是他杀 我一看到腿 就床啊 直个窝 在床上躺着 同居男友 为何消失的踪影 我们多次查找 都查找不到 布下天罗地网 末路逃亡 究竟能躲藏多久 但是使用 就是两个人 敬请收看夜线 情图末路逃亡